大家好,繼續回到下午法律廣場直播環節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Stanley 和你聊天 Stanley,你好 這一節,不如跟大家聊聊 近來非常適熱的話題 說的是上海自貿區 大家都希望捕捉一些板塊值得留意 而且不斷說利率是市場化 相關的交易、港口股等等 其實說著說著,很多板塊可能牽涉在其中 而且今天看到新聞,更加不知是否炒作 說Facebook,一向在內地Facebook很難上到 基本上有很多限制,根本無法上去 連Facebook也在憧憬,會否在這個自貿區開放 究竟情況又如何? 如果現在有甚麼可以捕捉,Stanley 先說回自貿區的基本知識 事實上,其實自貿區 現在說的是上海自貿區 叫自淫衛區 其實面積很小 基本上是28平方公里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很可能等於一個中上環,可能加上金鐘座鏡的面積 其實很小 但為何大家覺得這件事會說到那麼企業 或者那麼多的企業,看得那麼重視 最主要就是,在這個自貿區裏面 例如一些傳聞,現在這一刻 我自己覺得機會不是很大的 但有一些傳聞就是 基本上在這個自貿區裏面 連人民幣的匯價都開放 這是一個開放 所以你可以說,那個情況 就真的跟現在這一刻 很多地方,內地方面很多地方 很不同 但問題就是,也是因為市場化的因素 所以變相,大家都覺得 這是一個視點 事實上,你說自貿區本身 在過去這麼多年裡面 不是說今年 可能是十年左右之前的時間 基本上已經是不斷醞釀的 但你可以說,一直以來就沒有人敢去做 所以你說今次習李 你見到他的決心很大 做自貿區這件事 所以反映了,似乎管理層方面 都可以說真的 銳意夾身 但到了今次的自貿區 本身對於一些什麼概念 什麼板塊 可能有些比較大的幫助 事實上這一刻,你可以說 任何的事情,然之上訴 但有一個必然的事實就是 在自貿區裡面 因為他都有幾個港口 所以大家都是對於一些港口股 其實有些比較大的憧憬 特別是招商局 招商局本身,其實你說 其實查些什麼呢 大家都說是炒自貿區概念 那炒些什麼自貿區概念呢 那炒些什麼自貿區概念呢 因為嚴格上 其實你說 對於招商局來說 長三角、珠三角兩個地方 本身都有多的碼頭 包括上海在內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可以說買車邊也好 都是有一點而言概念 而且你會看到近日的時間 很多跟上海相關的股份 除了世貿房地產之外 因為房地產大都知道 有些政策上是不容量的因素 但很多這一類的股份 例如錦江 錦江今天也有些消息 大力錦江、上海實業 這些比較老牌的窗口股 回到這幾天的時間 都有些比較大的變動 反映回市場上 都是查一些上海概念的股份 但我自己覺得 這個似乎都是一些炒作居多 但你說究竟自貿區實際上的狀況是怎樣 一切都要等到下星期的時間 即29日的時間 等當地正式開始掛牌 開始發規 開始出台的時間 才會知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而且你可以說 本身 在金融方面 大家的看法是最熱衷 以及最關注的 但如果你看回內地消息的報導 似乎對於金融方面的細質 現在這一刻 應該會慢慢批 即會逐條逐條批出來 所以未必有這麼快 可能會反映 究竟當地對金融業的影響 但你可以說 大家會注視這一個地方 特別就是說 當所有事情都市場化的時間 其實你可以說 即是可能會跟香港 其實差不多 那個形式上 可能定位上 其實是差不多的 好 Sandy 其實現在說 炒自貿區方面 其實離不開 例如其中一樣 除了是來市場化等等之外 說的是稅務的優惠 沒錯 也有些分析 其實他提到 如果真的炒上海自貿區 一些稅務優惠的話 其實這一方面的概念 跟一般的特別區域 那個思想不是分歧太大 如果可能炒 究竟這個自貿區 有甚麼獨特之處 或者特別 有些分析 我傳言而已 會否說在法律上有突破性的改革 例如甚麼呢 可能在區內 體驗一些土地自由轉流轉的意思 可能大家聽起來比較新穎一點 會否說在法律上有甚麼突破性的改革 會否這樣說法有點誇張 其實不是 因為本身你可以說 這次自貿區 如果你以這個情況去看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即是同回落地方面 落地方面有很多的法規 你都可以說有很多的措施 比較上是那個 嚴控比亞是比較規範一些 或者是那個 好像加上式管治上多一些 但你說現在自貿區的概念 本身簡單一點想 就是市場化 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是容許自由競爭的 所以為何你說連電訊業也好 很多的範疇也好 基本上是全部開放的 就是說基本上你可以說是一個 即是一個商業社會這樣看 它裡面是有很多的競爭存在著的 又不像現在這樣 譬如現在大家都知道 內地方面很多的行業本身 是國家有很多叫扶持的 但你說在自貿區裡面的話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公開的 公平的 所以你說這個的想法 這個邏輯 跟過去的內地方面的做法 那個情況是很不同的 所以你說回到之前的時間 剛剛說到 那麼多人反對 其實它的做法 那個形式 跟傳統的中國的經營 那個社會模式 是不同的 一切都說是市場化 競爭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這一次 你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好啊 那怎樣也好 不如我們都抽一兩隻 在這個版塊 或者一些股份給我們提示 Stanley 其中一隻你都說到 就是招商局國際票144 今天有大行高盛的方面 就搶好它了 目標價由27.2 就調升到33元 股價都跟著上來 升超過百分之四 升1.17元 亦都見過52周的高位 今日高位見過29.3.5元 都是那句 說上好市貿區未來的發展 都可以帶動到他們 更加多的講口義務等等 是 另外就是評級方面 由中性調升到去買入 並且再列入一個確訊買入的評級 說就是預料他們的 股值的營利表現來說 有一個增強的動力 繼續都是同一個理據 怎樣部署 招商局方面後市的走勢呢 當然了 剛剛都說到的了 現在這一刻 你說如果說概念的話 這個也有些概念 但問題是 現在一切關於自貿區來說 都是初步的 現在有些法規上 你可以說是剛剛 可能在29號之後的時間 這些法規 徐徐徐要出台了 但這個你可以說是初步的 究竟何時能夠真的開始 叫有成績回來 要等的 不是現在這一刻 立即會牽怒出來 但問題是 對於招商局國際來說 本身公司也可以受惠 內地經濟的狀況 特別是假設出入口方面 情況開始改善的話 對於它的碼頭業務來說 是有幫助的 但公司本身 都不單單是內地方面 即是長三國 朱三國有這些碼頭業務 基本上公司近年來 都已經不斷向外拓展了 所以你可以說 現在這一刻 對於招商局國際來說 就不是單單說內地的概念 基本上如果全球的經濟系 復甦的話 對它的幫助 都是大的 但只不過這些價位 我都覺得不妨先等一會 因為始終它的股價 你看圖的話 基本上23元這個位 抽星都上來了 所以意味著短期的時間 再大升的機會 我覺得就真的不太大 反而股價有機會 如果落到大概27元以下的時間 才再考慮 好 等一等 27元左右 可以考慮去少住吸納 OK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Stanley 本身這隻144是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有四個待會 稍後回來和大家探討 其他股份的表現 另外看到內地股市都收了市 上升指數 今日跌了9點收市 收費2198點 稍後再談